好的 我们继续来共同学习传奇录 在这里呢 我们继续来往下看原文 顾东桥说呀 说 王阳明老师啊 您讲大学的格物之说是专求本心 也算您说得过去吧 但是六经里面 四书里面所记载的多文多见 前沿网行 好古闽囚 博学审问 温故而知心 博学详说 好问好查 这些名词都是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 在处事作为当中 在论辩谈说之间去探求事物的道理 所以我认为呀 咱们下功夫的次序还是不能乱掉呀 这里面呢 刚才呢 这个顾东桥列举了好多个排比句 比如什么多文多见啊 前沿网行啊 都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一条一条的来看 第一个呢 叫多文多见 佛家也有多文一说 那么有一位这个比丘叫阿难 那是佛陀的堂弟 他呢 是以多文第一著称的 那么 儒家思想当中也有多文多见这个说法 出自于哪呢 出自于论语 子曰 盖有不知而作之者 我无事也 多文 则其善者从之 多见而实之 知之次也 孔子说 大概有并不知道而妄自造作的吧 我没有这个毛病 说这个世上的人呢 可能有不知道规矩 不知道道理 所以才会做错 但是我不会这样 因为我第一个 我多听多文 我多听别人讲的好的道理 多听一些善言善语善法 所以呢 我会选择好的来采信依从 多见多识 我能够见到的内容 我能够看到的都记在心里 但这已经是次一级的知道了 已经是次一等的智慧了 这是第一个 多见多文 出自于论语 第二个他说 前言网行 前言网行 出自于周易 周易啊 有一卦 叫大畜卦 大畜呢 畜这个养生畜的那个畜 但有的时候 我们也会把它读作大畜 为什么叫畜呢 有的时候这个畜生的畜啊 在古文里面可能会读作畜 为什么要读作畜呢 就像你有没有积蓄 你家里面有没有积蓄啊 你家里面养了很多牲口 养了鸡呀 牛养了很多大畜 大畜 那就叫大畜 你家里一定有钱 一定有积蓄啊 所以说这个大畜卦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读作大畜 大畜卦里面说呀 君子以多识前言网行 以畜其德 意思是说呀 大畜卦这句话意思是说呀 要多多的了解前代 以前圣贤的言行 这样你才能够积蓄自己的德 那我们这里面看到了 大畜卦 不仅是说你要积蓄财富 同时是要说你积蓄你的德行 我们这个世间的人呢 都知道积蓄看得见的财富 好比金元宝啊 好比人民币啊 好比说这个美元呢 是吧 人们都喜欢积蓄这种看得见的财富 实际上有一种看不见的财富 也是我们需要积蓄的 它比那个看得见的财富还要重要 是什么呢 就是德 所以这个大畜卦 告诉我们要广大的积蓄 这种广大的积蓄是什么呢 是积你的德行 如果说你不积你的德行 只是积蓄外在的财富 这个财富最终来讲 你承受不了 就像我们说 一个小船 装上了太多的货物 他要翻船 那这个船指的是什么呢 船指的就是你积蓄你的德行 我们生活当中啊 可能经常会遇到一些不好的人 比如说一些小人呢 一些刁难我们的人呢 在生活当中给我们制造乱呢 在背后啊 想要谋害我们 想要这个伤害我们的人 其实啊 你完全不必放在心上 有的人被别人算计了 被别人背后谋害了 或者是被别人啊 这个搞的这个生活当中很麻烦 或者被人诬陷 啊 这个这个算计啊 这个造谣 污蔑等等等等 我们生活当中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那首先你要明白一点 如果你是一个默默无闻之徒 你是一个整天躺在床上 完全没有作为的人 你的背后是不会有人这样做的 之所以你背后会有人想要陷害你啊 诽谤你啊 侮辱你啊 造谣你啊 非难你啊 就是因为你是有所建树的 你一定比他优秀 你不比他优秀的话呀 那他就不会算计你 一定是你比他优秀 一个比你厉害的人 一个比你优秀百倍千倍的人 说实话 他的目光所及 一定在你之上 不在你这个位置 所以他不会想要背后去陷害你 他要真想收拾你 一句话就收拾你了 因为他比你优秀 反过来呢 在你背后搞小动作的 诽谤你 侮辱你 造谣你 非难你的 都一定是不如你的人 所以你要知道 他的生活是很苦的 你可能已经不是什么大人物了 对吧 那他连你都不如 那他能 他的生活能好到哪里去呢 这是其一 其二啊 这个世间呢 是有一个不变的真理 这个不变的真理就是什么呢 你给予什么 你就收回什么 当他给予你 给予你这样的诽谤 侮辱 造谣 非难 陷害 他给予你这些的时候 你不需要再去回去报复他 你也不需要报仇 为什么呢 在他的生活当中 他一定会遇到比你这个还要厉害的这些因果 他还会遇到同样的 甚至于比你这个更严重的陷害 非难 诽谤 侮辱 不是你给的 是其他人给到他的 为什么 因为他这样做了 他一定会受到相同的 什么所谓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那他自己会收到这个反弹 所以你完全都不必的去在意他 你只要修好自己的德行就好了 至于别人的诬陷也好 诽谤也好 对恶人自有恶人魔 你真的不必去报仇 你再去报仇 那冤冤相报何时了 你根本不用理他 为什么呀 因为呀 他的这个做法 陷害别人 污蔑别人 诽谤造谣别人 去对别人做这样的事情 对他来讲就好比什么呢 就好比是自己呀 有一个很大的福袋 自己有个大袋子 里面全是金银财宝 可是当你一做陷害别人 他一做坏事的时候啊 就相当于自己往自己的这个 往自己的这个福袋上插一刀 那里边的金银宝贝呀 金币呀 就开始逐渐的往下面撒 他自己不知道 他继续陷害别人 又往上捅一刀 那个金币哗啦哗啦 又开始慢慢往外露了 他一直做坏事 就一直往自己这个福袋当中啊 往自己的福袋上插刀 这个刀啊 不是插到你身上 是往自己的身上插了 有人说了 那他我现在看他活得还很好啊 他他还没 他一直陷害我 他也没有收到什么报应 他现在活得还很好啊 说明啊 他无量节过去世啊 不知道哪一辈子 积了点德 造了点福 他那个福袋太大了 你现在漏一点这个 对他来讲不算什么大事 但是你要知道 他的船呢 现在太小了 他呀 船小 因为他没有德行 没有积蓄好的德行 所以他的船小 反过来呀 他现在过得越好 他越容易翻船 当然了 我不是告诉大家呀 这种 其实你盼着别人不好 这种心态本身也不好 我不是告诉大家说 让你盼着他不好 不是这个意思 而这是世间这个因果规律 必然会发生的 所以我们怎么样啊 我们就放下 你害我 我效纳 如果我真的因为你的陷害 遭受了某种不好的境遇 那也是我自己造的 为什么呢 如果我没干这个事 那我怎么会受到这样的结果呢 所以怎么样啊 如果我确实因为你的 你所说的 你的诽谤造谣 你在背后的陷害 我确实得到了一些不好的 这个境遇 那我也坦然接受 我某些方面没做好 如果说我没有 那我更要修好自己的德 把小人在背后对我们的陷害 当成是对我们自己德行的提醒 大序 积蓄什么呀 积蓄我们的德 如果我们福报的大船 越修越大 那些小风小浪 根本掀不翻你 你看我们看某一位 这个方丈 一位寺院的方丈 这个社会上啊 骂他的人呢 太多了 因为社会上的人 不清楚具体的情况 有人造谣 有人诽谤 有人半真半假的 传出一些诽闻 社会上的人就开始骂了 你肥头大耳的 一看就不是好东西 你这个啊 怎么怎么着的 骂他的人很多 那他为什么能非常淡定自若呢 因为他是一个大船呢 你骂两句 侮辱两句 诽谤两句 小风小浪 大风大浪都能挺得住 你们这一点点 所谓的小风小浪算什么呢 根本不算什么 所以看你一个人呢 福报有多大 心胸有多大 格局有多大 要不然别人稍微啊 对你造一点造谣的事 你就受不了了 你就害怕了 你就郁闷了 你就愁苦了 那只能说你的船还不够大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积蓄自己的德行 那个恶人自有恶人魔 你想一想他骂别人 他在生活当中会不会被人骂呀 你骂我 我不骂你 但是你骂别人试试 你骂别人 别人就骂你 你跑过来给我造个谣 我不搭理你 为什么 我不想搭理你 对于我来说 你什么都不是 我搭理你干嘛呀 可是你生活当中 你去造 你造谣造习惯了 你再去造你 你身边其他人的谣 你想一想 人家惯着你吗 有的人比你还饿 他不一定惯着你 跑你家里面给你砸吧 都有可能 所以这是什么呀 恶人自有恶人魔 那么周易的大序卦 说什么呀 说多多了解 以前圣贤的言行 积蓄自己的德 下一句叫 好古敏求 好古敏求 也是出自于论语 好古敏求 论语里边怎么说的呢 说我非生而知之者 好古民以求知者也 意思是说 我并不是生下来什么都知道 我是学习古人圣贤的教导 跟古人学来的 还有博学审问 博学审问就是广学博文 温故知心 孔子说呀 复习学习过的内容 那么还可以获得新的内容 这一点呢 我们学习各个经典的 我们以前讲 讲这个冷言 讲这个心经 大家听 你们听我讲也是一样 每听一次 还会有新的收获 这叫温故而知心 学习学过的内容 再学一遍的时候 反而又会获得新的内容 这就是 那么如果说 温故而知心 可以为诗意 你重复去学习 过去学过的内容 你能获得新的 这样的人是可以当老师的 还有博学详说 博学详说出自于孟子 孟子曰 博学而详说之日 将以反说约也 孟子说广泛的学习 详细的解说 就是为了融会贯通 最后啊 把这些东西浓缩 浓缩成啊 简练的纲要 好问好茶 好问好茶 这四个字出自于中庸 中庸里面讲说顺哪 很有大智慧 碰到什么事都好问 他得到一句 哪怕很浅显的言语 也会仔细琢磨 他做到了见无一善 对好的思想 好的言语 好的方法 好的行为 一点不错过 那问过了之后呢 有不明白的 不懂的 他就善于发问 问过之后 他会干嘛呀 隐恶扬善 这个道理说起来很简单 但做起来是非常难的 什么叫隐恶扬善呢 恶的东西啊 我们把它消除掉 我们不能支持 我们不能发扬它 善的呢 我们就反而要发扬光大 那我们生活当中 遇到了恶的行为 恶的事情 那我们应该站出来 我们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你不应该这样 你这是反人性的 那是不行的 那我们弘扬那个善的 遇到了光辉 展现人性光辉的善良的 那我们大家都应该发扬 看到别人做了 我们要效仿 那自己做了呢 也可以带领身边的人一起去做 如果所有的人都只是自扫自己门前学 对于社会上的恶 你不发声 你不说 对于那个善的 你也不发扬 时间久了 这个社会上就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就会发生恶人恶事不断的层出不穷 但是没有人为他人发声 你不为别人发声 总有一天也会落到你的头上 那就会发生什么呀 人与人之间一会儿闻斗 一会儿舞斗 最后怎么样啊 发展到各个人 人与人之间相互残杀 那多可怕呀 这个社会得成什么样子呀 我们中国人有人是经历过的 或者说有的时候 我们也能够亲身经历的 是吧 不只是过去 也可能是现在都有可能 那这里面我们看到啊 这个道理说起来简单 实际上怎么样 想做到很难 有的时候我们会惧怕 会畏惧 畏惧一些权力 畏惧枪 畏惧炮 畏惧这个强权 我们会害怕 所以说呢 看到有恶的 看到有人说路 不是路 我们不敢吱声 你说路是啥就是啥 你说是马就是马 你说是猴就是猴 我们不敢吱声 我们不敢说话 但是在这里呀 这个大智慧 讲的是什么呀 隐恶扬善 还有一个智慧叫到处访茶 多听多问 顾东桥来信的问 这个来问这句话呀 其实还是在拘泥于文具 纠缠 纠缠要不要学习 王阳明怎么回答他呢 王阳明说呀 格物什么意思 之前已经跟你解释过了 你是否还觉得牵强 那么我也不再跟你多解释 多闻多见 这四个字啊 是孔子啊 讲给子章听的 子章啊 好高物远 专门喜欢向外探求 以多闻多见作为学问 他认为只要多闻 只要多见 那就是学问了 所以他的言行 就难免有过错和悔恨 所谓的见闻 他见识很多 那他自然 他知道的是比较多 可是这也助长了 他好高物远的毛病 我们经常说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那一个人 读了过万卷书了 也行了万里路了 全世界都旅游了一圈 那他就一定是一个智慧很高的人吗 我们看不见得 子章就是这样 子章呢 读的书很多 走的路呢 见过的事情也很多 但是不代表他就一定有智慧 只能说他人生的经验比较丰富 他的智慧并没有完全的增长 可是他就很好高物远 他会很狂妄 他觉得你去过哪啊 你去过那哪吗 你去过加利福尼亚吗 我都家里待不下三年了 你去过葡萄牙吗 我葡萄都塞牙里了 所以说呢 这个人呢 见识多 智慧不一定就多 但是他的傲慢心一定增长 因为他一定觉得什么呀 一定觉得自己比别人 一定觉得自己比别人知道的多 所以子章就是这样 孔子说多闻多见 恰恰是为了纠正子章的毛病 说你多闻多见好不好 那也好 但是多闻多见 不代表这个人智慧高 我们说那个禅怨的老僧 一辈子就在这个山上 那他的智慧怎么样啊 他智慧开悟了 整个宇宙章当中的事 他都知道 你不代表说 你走遍全世界了 全世界的事 你就都知道了吗 全世界 你走到哪 也不是每个角落 你都能走到的 所以呢 孔子啊 是纠正子章的毛病 并不是教导子章 把多闻多见当学问 王阳明啊 在这里呢 就告诉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顾东桥 他说你不要误解了 孔子讲多闻多见 他是针对啊 固一个固定的人的 他不是教导所有人的 那有的人不多闻多见 他就会告诉你多闻多见呢 有的人呢 多闻多见啊 太狂妄了 他反而告诉你啊 专注于自己内心上的修为 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啊 王阳明说 孔子曾经说过 有一类人呢 什么也不懂 却凭空乱说 我不是这类人 呃 我们现在发现了 就孔子讲的这些话呀 在当时啊 属于很前卫的 而这些话拿到我们当代 也不过时 两千多年过去了 我们一听他讲的这个话 仍然是不过时的 你们看一看 这个社会上 有没有一类人呢 他啥都不懂 但他却想当老大 他不明白 不明白他想指导 好比说吧 他从来一本佛经没读过 他没读过一本佛经 他却想 他却想指导你 不要学 你不要信 为什么呢 不好 有人说为什么不好啊 就是不好 你别管我 我怎么不好 就是我告诉你 就是不好 你就听我的 凭什么听你的呢 你学过吗 我没学过 我不用学也知道不好 这就是孔子说的 这一类人 什么呢 不懂 他不明白 却凭空的乱说 我觉得 我认为不好 我认为不行 我认为你这样是不对的 我认为你是个邪师 我认为你错的 我认为你这样不好 你认为 我不要你认为 我要我认为 凭什么要人家都要听你认为呢 你是地球球长啊 你想当地球球长啊 那你那你你看看 你能不能收获全地球人的人心呢 你如果能收获全地球人的人心 整个地球上的人 人心都向着你 那你可以 如果所有的人 人心都向着你 那你也不用当球长了 你也不想当球长了 是吧 那你你如果不能 你如果做不到 那那还是滚球 就不要当球长 你要滚球 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 孔子讲了 讲的这句话让我们一听 有一类人 孔子说呀 有这么一类人 什么都不知道 凭空乱说 孔子说 我不是这类人 这就是孟子所说的 孟子说 是非之心 人皆有之 还是在讲一个良知啊 孔子对子贡说 说子贡啊 你以为我是学得多 知识广博的人吗 我不是的 我不过是一以贯之罢了 如果良知真的就是多闻多见 那孔子为什么还要用这样的谬论来欺骗子贡呢 一以贯之之道不是智良知还能是什么呢 所以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一点呢 孔子说呀 多学习当然很重要 但是最重要的不是你学得多就你就开智慧 如果一个人只学一本经典 这一辈子把这一本经典参透了 用这一本经典开悟了自己的智慧 他就什么都懂了 他就其他的经典不用学也可以 所以这是学习的一种学问 我们真正的学服修道也好 参禅悟道也好 是需要这种学习的学问的 我们实际操作层面上来讲 很多人都都想说我多学 我今天把这本经看了 明天把那本经看了 于老师下一回讲什么经啊 于老师下一本讲什么经啊 这本还没讲完呢 就跑过来问我下一本讲什么 这一本你还没学明白呢 你说我听你讲完了呀 你听我讲完了 讲完了你学明白了吗 所以孔子说呀 你多闻多见这是好的 但不代表你多闻多见 就一定能够成就 就一定能够开智慧 这是两件事情 还有前言网行啊 还有后谷敏求 孟子说呀 学问之道无他 就是把自己丢掉的心给找回来 这就是学问 中华的文化讲的是什么呀 讲的一个正心 有这么一个那个有影视公司啊 我看那名写的挺好的 叫正心堂 中国文化所有的内容都是在教我们正心 你的心不正了 做什么都是错的 心如果正了 做什么都对 有人说了 心正了杀人也对 那心是正的杀人也是对的 为什么呀 你心是正的 你不可能随便乱杀人 侵略者来了 保家卫国 当然要杀他了 你这是不是对的 有侵略者来了 杀我们的兄弟 欺辱我们的母亲 你不杀他 你心是正的 你做什么都是对的 你心是歪的 心是邪的 做什么都是错的 所以我们才有说什么 下马学佛 上马杀敌 那这一段我们再讲了 在这里咱们要明白一点 就是什么呀 中华文化的学问 就是把自己丢掉的心 丢失的心给找回来 有人说我的心没丢啊 那你的心在哪里给我找啊 如果说你说你的心没丢 那你把你的心找出来给我看一看 你讲讲你的心是什么 不明白的人肯定说 我的心就是我现在的想法吗 不 你的心怎么能是你现在的想法呢 你的想法是瞬间变化的 每一个瞬间都在变化 那个想法怎么能是你的心呢 那你的心就是飘忽不定的 你没有一个固定的心 因为你的想法每时每刻都在变化 你的念头是层出不穷 不断的像像这个海水也好 像这个瀑布也好 它是一直在那里的 看起来好像没变 实际上前念接后念 不断的在动的你怎么能说你的心就是这个念头呢 不对的 是你念头背后那个不动的东西 那个才能说是你的心 是你的根本的心 王阳明继续跟他说 说啊 你来问我说学习的这个次第 学习没有什么次第 你从外面所学习的所有内容 学习的所有学问 全部都是为了正你的心 全部都是为了打开你本有的智慧 世间的知识学问那么多 你学得完吗 我们给大家讲过那个故事 说这个龙树菩萨的故事 我再给你们讲一遍 有的人没听过的 有的人听过 有的人没听过 说有这么一位 叫龙树 这个龙树是中国佛教文化八宗的祖师 八个宗派都要供养他的 这位菩萨他很厉害 他刚一出生就有很多异象 他出生的时候 家里那个装财宝 那个仓库啊 一出生那个仓库啊 就就满了 就带着富贵来的 带着莫大的福报来的 那他呀 从小就很聪明 要学什么呀 一点就通 一听就明白 后来呀 他开始啊 学习很多的这个外面的外道的法 尤其喜欢学一些什么呀 学一些神通之术 好比什么点石成金呢 什么化地为牢啊 什么飞天隐身呢 他就学这些 后来呀 他学了学会了隐身法 就像我们在座的各位 有的懂得学个算命啊 能不能我开个天眼呢 就追求这些神秘的东西 追求这些迷信的东西 那龙树呢 一开始学习 他也没找到根本的法 他觉得玩这些挺有意思的 上天入地啊 隐身下海 这多好呀 那他学会了隐身法 他学会隐身法好不好玩啊 那肯定好玩啊 是不是 今天上这家捉弄一下 明天上那家捉弄一下 钱已经不重要了 那你们现在肯定一想 我要会隐身了 我到哪去偷东西去 钱对他这个时候已经不重要了 你还没到那个阶段 等你到那个阶段 你就知道了 钱也没什么太大兴趣了 后来干嘛呢 他们这几个师兄弟啊 都会隐身法的 跑到王宫里 皇宫里去了 去干嘛呀 隐身进皇宫啊 皇宫里美女多呀 那个好好看的女的都被抓到 都在皇宫里呀 他们想隐身啊 隐身跑到皇宫里面去啊 在皇宫里面玩啊 那后来怎么样啊 玩出事了 这个皇宫里的一些宫女啊 莫名其妙大了肚子 这个皇宫里面只有皇帝 一个男人享有交配权啊 那他他就这个这几个我没碰过 他怎么大了肚子呢 是谁干的呢 不知道啊 就开始查这个案子 那查来查去也找不到元凶 有人就有一个 也有人明白的 给皇帝说了 说这是一定有人使隐身法啊 来到皇宫里闹事 这皇帝说那怎么办呢 这人给他出主意了 他就是这些人隐身了呀 隐身看不到怎么办呢 拿刀在空中砍 那他看是看不到 但不代表他身体不见了 那在空中一顿乱砍 那突然有的人就被砍中了 为什么呀 他没有死角啊 那皇帝人多呀 皇宫里面没有死角 拿刀在空中乱砍 结果呢 一下有有师兄弟躲不及啊 被砍了 这一砍呢 陷了原形的出来了啊 说果然有杀了一个之后 果然有人隐身继续砍 继续砍 砍来砍去 这时候龙树菩萨他最奸啊 其他人都被杀了 他呢 藏在了皇帝的宝座后面 你拿刀乱砍 皇宫这皇帝这你得保护 你不能砍到皇帝吗 他就藏在了皇帝的宝座后面 于是这龙树菩萨呀 他当时就在那想啊 说呀 说这个福啊 你加倍我吧 你这次能让我逃过这一难 那么我以后不乱玩了 我得好好修行了 结果这一次啊 他真的逃过了一难 那他呢 也兑现自己的诺言 好好修行 不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了 什么开天眼呢 看前世啊 观因果呀 他说那都扯淡 没用 你能观因果 观的再好 你逃脱不了业力 你能给别人观因果 你不能给别人改变因果 他的因果只有靠 对他进行智慧的教导 他才能自己把握 自己解脱 你能够放光 你能够 你能够着火 你能够隐身 都没用 那这些都是假的 都是魔术 那他好好的学佛 好好的学习 千经万论独变了 那 那牛了 他说把他能找到的这些经典 那都研究透了 那他很傲慢 有一天呢 这个这个龙王啊 龙宫的龙王听说 他怎么这么傲慢呢 想降服一下他的傲慢心 因为龙王知道 这位将来要成大菩萨 所以呢 请他来龙宫做客 他来到龙宫之后啊 龙王给他一匹啊 龙宫最快的马 告诉这来吧 把我们龙宫的图书馆 给你打开 你看 他骑着这匹龙宫最快的马 跑了七天七夜 啊 才把这个书名给看完 还没没没有时间 拉开一本书 看 看呢 没有 光看这个书的名字 跑了七天七夜 这才把他的傲慢心给打下来 龙宫说 原来佛经浩如烟海呀 我以前学的那点东西 那算个啥呀 还得好好修行啊 不能有傲慢心 他就请问龙宫啊 说这个请问龙王能不能拿一本书走啊 你这书太多了 我请一本书啊 我拿走学习 所以那你挑吧 他挑了一本大方广佛华言经 就是我们现在能读到的大方广佛华言经 咱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不读华言 不知佛家富贵 说佛经里面最宝贵的内容啊 都藏在华言经里 那未来有机会我们一起来研读 一起来学习华言经 那么这个佛教有有三本经啊 特别不一样啊 有三有三本经典 一本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从龙宫里带出来的啊 一切富贵都藏在里面的这本华言 第二本是什么呢 第二本叫楞言 这个楞言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你们都知道的 说大福顶首楞言经 最高秘密藏在楞言经里 还有一本叫什么呢 叫法华 妙法莲花经 那这本法华经怎么样啊 这本法华经啊 它也是让人直了成佛的 所以这三本经啊 是非常特殊的三本经典 是大家都应该研学的 有机会有时间的情况下 是都应该研学的 就跟大家讲故事啊 下来这一本就这个 啊 下来你 下来